并没有炖的好吃 放食材,通λα一咸大狗 今天介绍个姓瓜鱼片汤 很简单 一条姓瓜,一条丝瓜 白酥鱼 鱼是昨天釣的鱼 黑鱲鱼 白酥鱿鱼 白酥鱼 白酥鱼鱼 就像蝴蝶 黏住 白鱼鱼 煮好汤 放入鱼鱼 就应该乱滑 黑鱲鱼 也是这样切 就像切鱼鱼 切了一半不要切到尾 就不要切到皮 然后切到一边 然后翻开就很漂亮 材料是什么 薑1片 糖2分1 盐4分1 胡椒粉少许 粟粉1.5茶匙 还有豉油2分1茶匙 先捞撕虾 先捞尾鱼 倒入糖 下面加盐 胡椒粉 马鱼 豉油 先捞它 豆粉最后 煲湯也要加豆粉 如果不加豆粉,鱼会比较粗糙 鱼的鲜味不会流失 和不容易粗糙 放入豆粉 均匀,不要够够 取出鱼鱼皮口 咀嚼鱼片鱼尾 也可以 但 їAI 看下鱼鱼比较粗季 鱿鱼尾 要煎 就不要想像 Faculty放 Ann PhD 玩鱼片就没问题 先醃了这个 放在一边 到了丝瓜 或者叫做生瓜 批凸出来的 你可以批心一点 因为始终丝瓜 都是粗糙的 质地 你说我不喜欢吃那么粗糙的质地 那你就批心一点 有些人不喜欢 特意喜欢这些质地 就没批那么薄 只能批一下 我一般批两下 头上也批一下 现在切丝瓜 薑切一片片 没有特别的 纯来放几片 因为鱼也说是湿 这样 这些通常我切滚刀 尽量不要太大 因为越大 越煮得久 就不浪费柴火 有些人吃丝瓜 喜欢爽口 有些人喜欢淋口 所以煮汤 自己就要调节 你自己家人喜欢吃的质地 就要在中间 也要看下瓜 老不老 我喜欢吃爽口 我喜欢中间 五刀 就够用了 现在煮一些汤 水 如果你们家里没有鱼汤 就煮滚水 没问题的 我刚刚做了鱼汤 和鱼汤 有些鱼汤 就用鱼汤 用鱼汤 普通水都没问题的 现在水滚 或者鱼汤滚 就放下去了 鱼汤 鱼汤 鱼汤差不多煮好了 最后煮一分钟 浸熟 就最绿滑了 那你现在要煮滚了 煮淋了些瓜 所以不要放鱼汤 一来鱼汤煮两煮就散 二来就排鱼 我这里就 下姜 先 按一下 盖上盖子 我大概煮五至十分钟 再看 煮回后就放松细火 好了 好了 现在就煮到 杏瓜都差不多 淋淋的了 就把鱼放进去 我切得这么薄 关系 和海水鱼 我就打算 煮滚了它之后 焗它一分钟就可以了 记得要搅拌它 搅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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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大火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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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起来 烤焗 一分钟就可以了 蜂蜜 这一半 煮得 沸屁 全面在中间煮气 盖上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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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两分钟 干了火 煮了两分钟之后 鱼就熟了 顺身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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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淡水鱼,最好煮5分钟稳妥少许 下了盐就上碟 好了,盛了上碗,下了少许盐和胡椒粉 很美味,如果不是用鱼汤煮 可能要加多少许鱼片的份量 那就会很好喝,大家都试试吧 1点钟